速度快 力道强 这是台湾羽球混双搭档 轩芳配的一大特色 世界排名第30名的杨博轩和胡林芳 从2019年开始合作 而选择专攻双打 竟然是这个原因 单打比较累 对 然后双打感觉比较快 比较刺激一点 我也觉得打双打 也是比较有趣 好玩 由于男女分开训练 杨博轩和胡林芳合拍四年来 一起训练的时间其实相当有限 往往都是以赛代训 不过去年曾经差点 搬倒世界第一的中国好手 让轩芳配获得好评 也提升自信 他们放弃了接下来的成都市大运 选择参加巡回赛拼积分 为了就是要实现选手生涯的终极目标 最大目标当然还是 就是奥运 然后能够站上颁奖台这样 如果真的可以站上去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想在最高殿堂站上颁奖台 政府和球团的资源 挹注也不可或缺 黄金计划来讲 对于表现优秀的运动选手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因为毕竟各个球团在参赛的预算 或者说训练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硬体软体的设施的部分 可能补助到没有那么大 但是可以透过黄金计划 可以让这些选手们 无后顾之忧的去完成他们的梦想 东京奥运之后台湾羽球风气明显提升 在体育署黄金计划和核库多年耕耘的加成下 希望培育更多人才做选手最大的后盾 攜手挑战世界顶端 明日新闻江黄轩尤博志台北采访报道